相信大家在疫情期間 留在香港這麼久 都發掘了不少以前未去過的地方 除了去戶外交遊 其實還有很多特別的建築物 值得我們留意 其實我們本身就是做旅遊書 例如東京、台灣、曼谷 但因為疫情關係 我們就不能出去 不能去玩 我們就嘗試從歷史角度去介紹香港的救人救物 基本上我跟Sammy一起 兩個夾手夾腳開了一個專業 叫做香港老美 Facebook專業開了半年左右 內容主力集中介紹香港舊有的建築物 和關注的舊事物 吸引了不少人支持 其實我自己很多年前 已經有開始寫香港旅遊的書 其實有特別去到跟台灣出版社做 我就加了很多 例如說香港文化、歷史的東西 但其實很多人都不留意到 所以我也跟Samson談話題的時候 不如不要再出一些旅遊書方式的東西 不如我們就真正正正用香港人 去說回香港的地方 在幾年裏面 我以前採訪過的很多老店 一些建築物 其實已經不停在拆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一刻 我們再不去說的話 其實應該很快 所有東西都會消失在我們眼前 其實我們都經常收到Inbox 有些訊息 告訴我們我們看到哪裡 那裡就來拆 或者那裡那棟建築很漂亮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去拍 還有都會有Inbox 很多人問我們郵費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很多人買來 送給一些就來移民的朋友 或者其實好像我自己都有寄給一些 已經移居了去外地的朋友 他們收回來的 feedback 說 本書其實很值得他們去留下 就是因為他們都很擔心 以後自己再回香港都看不到這些建築物 到時人生活節奏快 其實只要放慢腳步 我們身邊都有很多不少舊有的建築 今次一於請來SIMSON 帶我們來香港遊遊 現在我們來了 離東村的麥當勞 這間大約是1988年左右開設的 今時我們看到現在環境 這些舊裝的麥當勞餐廳 其實已經沒有太多間 聽回經理說 今年11月應該會重新裝修 變回現在大家常見的麥當勞 大家看到後面這幅壁畫 是以前我們小時候經常會看到的 但現在隨著他們的裝修都開始不同了 其實畫裡面的這些角色 例如漢堡神頭 這個是滑嘟嘟 這些是翠肥肥 還有那個小菲菲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70後80後 一直陪著我們成長的麥當勞角色 入到這裏 感覺既熟悉又陌生 見不到一步步的點餐機 反而見到麥當勞叔叔 加上咖啡色的地磚 色彩繽紛的梳化凳 很有童年回憶 好想說應該還有三間 這裏是其中一間 石衛國人一間 葵城西都有一間 十年前麥當勞開始要轉裝修 一間一間沙田大圍的壁畫 但隨著他們慢慢裝修壁畫都沒有留下 然後我們到中環半山這裏 是一年不建的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商駐的兩用樓宇 其實看到地下這層是一個舖位 然後一樓是他們的辦公室 你會見到這幢樓 其實它除了有商業的元素在裡面 你都會見到其實它的外場 有一些很精緻的裝飾 譬如那個十個洞的通風孔 還有你會見到在大門口上面 其實它還保留一個 現在香港很少見到 仍然保存得非常不錯的 一個叫做微窗 這個微窗通常在大廈門口頂部 一個用來做採光 和做通風作用的一個通風位 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很多這些樓宇都會用一些生鐵 來做這些裝飾 或是做窗框的裝飾 我想你現在在街上走開走開 已經很少見到這些 仍然是原裝五六十年代的通花裝飾 最後來到中環郵政總局 這裡之後都有機會被清拆 香港中環郵政總局 其實現在是屬於第四代的建築 興建於1976年 其實它旁邊以前就是香港的天星小樑碼頭 旁邊就是香港大會堂 其實他們大家的建築風格都相似 也是一個現代主義建築風格 隨著天星小樑碼頭 之前已經拆了 皇后碼頭也拆了 其實現在剩下的建築物 就只剩下香港郵政總局 和旁邊的大會堂 如果連郵政總局都拆了的時候 剩下的一些歷史痕跡 或者以前大家的一些公共回憶 還可以剩下多少呢 這是一個疑問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請訂閱我的頻道 請訂閱我的頻道 請訂閱我的頻道